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人在加拿大 今天我和大家说说 玉金香的复花问题 大家看到我这一层玉金香了吗 开得很漂亮是吧 待会儿可以看到 五颜六色各种形象的玉金香 全都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根本没仔细的种这个花坛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应该说是我们家人行道外面的 这个属于公共的市政府这块的 但是呢 我还是给它围了个小花坛 我就把一些往年淘汰 也不说淘汰 弱小的一些球 或者我觉得我不大喜欢的球 我就胡乱的埋在这里面了 首先我强调埋在土里面 可不是扔在土上面 还得种 然后呢 大家注意 这个玉金香呢 我需要它复花 有两点 第一点呢 这种单瓣的传统的玉金香 复花会非常好 有一种那个腹瓣的 像牡丹一样的 复花率就不是特别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需要它复花 最关键最关键的一条 就是不要给它浇水 这个花坛 我种有玉金香 还有灵兰 灵兰串根很厉害 我呢 基本上就让它补这个地方 那么玉金香来说 不浇水 从来不浇水 就靠大自然下雨来浇它 而且呢 你这个地势要高 大家看这个地方了吗 地势高 也就是说 即使大自然下雨 它不会有水 滴挖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话 第二年的复花 会比较好 当然了 你有的朋友说 我撒一些肥料进去 OK 撒一些鸡粪呢 牛羊粪呢 都可以 那么它可能 球根长得非常好 那么有的朋友问我了 有的一金香已经开败了 大家看了吗 这几个开败了 怎么办 七根的 这个一片叶子下面 剪掉它 完事 到夏天的时候呢 剩下的叶子 它会枯黄 它会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 你再把它从根上 从根上 喀啪 剪掉 如果想把这种球挖出来 那也好办 你把它挖出来 然后风干 不要太阳晒 风干之后 放到车库里边 秋天的时候再种回去 如果你说我不种回去 放在地里 就是那一条 不要浇水 能保证它的腐化 好吧 好 欢迎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给我订阅 点赞 感谢大家